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双方开展互利合作 造福于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世界 这是坦荡的君子之交 与美国大搞霸权 霸道霸凌 拼凑封闭排他 自私狭隘的小圈子 形成鲜明对比 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一贯遵循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粗谈 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我们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反观美国不仅拱火交游 还阻挠别国劝和促谈的努力 用心何在